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波音公司CEO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为飞机安全问题向家属道歉 并被批评更关心公司利润 其次亚马逊Cranvedio将恢复斯坦利 库布里克1987年电影金甲部队的原始喊报 因为删除标语 深埋杀戮引发了演员马修、莫丁和粉丝的愤怒 最后中国商飞的C919飞机 虽然接到超过120名架订单 但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和安全认证问题 尚未能在欧美市场飞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卡尔霍恩 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将埃塞尔比亚航空302航班事部 遇难者的家属盗窃 卡尔霍恩表示 公司将致力于改进安全措施 但他也面临来自两党议员的严厉批评 指责他更关注公司利润而非安全记录 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 乔神霍利质疑卡尔霍恩的高兴 称他在削减成本和安全程序 卡尔霍恩承认 波音的文化存在问题 并表示公司将改善透明度和责任制 此外 卡尔霍恩还面临有关公司 对内部举报人报复的指控 美国司法部正在进行调查 可能会对波音采取刑事起诉 独立报告到 因让马逊在Prime Video上 修改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 《全金属外壳的海报》 相除了主角头盔上的生来杀戮 这样引发了主演马修 莫迪恩和影迷的不满 莫迪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破坏了库布里克 关于人性二种性的表达 亚马逊随后更换了修改后的海报 并被要求恢复电影的原始艺术作品 莫迪恩还透露 在拍摄《全金属外壳》期间 他与演员文森特·多诺费奥之间 存在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在接受严格的训练营训练时 莫迪恩在采访中表示 他对多诺费奥的角色派而有真实的敌意 这在电影中的某些场景中有所体现 内KGIS报道 中国商飞的C919飞机 自2023年5月投入使用以来 以安全完成数千次飞行 显示出中国在喷气式飞机市场的潜力 尽管波音和空客面临生产问题 C919的成功开发和商业化标志着 中国在商用航空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其他复杂因素 C919暂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广泛认可 目前C919的主要客户是 中国国内航空公司和租赁公司 尽管一些西方公司 对C919项目表现出兴趣 但该飞机尚未获得欧洲和美国的试航认证 此外C919依赖大量西方供应商的组件 这可能影响其研发和制造的稳定性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 中国商费将继续专注于国内市场 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吸引新兴经济体的潜在买家 力图在全球市场上成为有竞争力的替代品 你可能不知道克里斯塔利纳 格尔基耶娃是谁 但首相总统和央行行长们肯定知道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 智慧宝加利亚经济学家 掌管着一个拥有超过190个成员国的 全球最强大金融机构之一 在他的领导下 IMF上全球经济注入了1万亿美元 以应对疫情 他最近表示英国经济状况良好 这一言论被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 亨特用来鼓励选民支持保守党 IMF成立于1944年 最初旨在管理全球汇率 如今更以解决债务危机和经济预测闻名 格尔基耶娃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父亲是商店老板 母亲是土木工程师 家境并不富裕 他的哥哥因试图离开保夹利亚而入狱 这一经历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 格尔基耶娃凭借坚韧的工作态度 从索菲亚的讲坛 一路攀升至华盛顿的IMF5部 多伦多皮尔逊机场 发生了一起机场 发生了一起大胆的金条盗窃案 400公斤黄金在一辆白色五多货车上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黄金盗窃案 也是全球现代史上第六大黄金盗窃案 尽管警方在事发一年后逮捕了九名嫌疑人 并寻求逮捕另外三人 但被盗的黄金至今仍未找到 警方认为这些黄金已经被融化 并用所得利润支柱了枪支走私 然而 这一解释显得不太合理 因为盗窃如此大量的黄金 只为了购买价值相对较低的枪支并不合逻辑 专家认为 这些黄金很可能已经通过迪拜流入印度 成为非法市场的一部分 尽管警方在调查中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找回这些黄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电影骑士通过展现摩托车帮派的生活 挑战了男性气概的智慧倾向 这部电影改编至丹尼 来编至丹尼莱昂1968年的同名书籍 通过摄影和采访 记录了一个地方摩托车帮派的生活 电影中的三个主要角色是帮派主席约翰尼 孤独的本尼和他的猎人凯西 尽管故事情节松散 电影通过展示帮派成员的暴力和无意义行为 揭示了男性气概的荒谬和破坏性 凯西作为电影的核心角色 她对帮派生活既爱又恨 代表了导演和观众的视角 尽管电影在探讨其主题时 显得有些漫无目的 但其对男性气概的观察和批判 人人深思 最终 其是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视觉风格 成功地避免了被目标观众误解了风险 媒K Asia报道 印度尼西亚央行周市决定将其7天利回购利率维持战略 25%这是连续第二次会议保持不变 尽管经济学家在一项路透社调查中预测该利率将保持不变 并预计在第三季度结束前将降至6% 但印尼顿仍然持续下滑 4月 央行曾出人意料地将政策利率提高至6.25% 已稳定当时创下4年新低的印尼顿 然而本周四印尼顿跌至16.25%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 当时正值COVID-19大流行期间 尽管通胀率仍在央行设定的1%至3.5%的目标范围内 但印尼顿的贬值压力依然存在 亚太地区的其他央行也在紧随美联储的加息步伐 然而最近一些央行已经暂停或放缓了紧缩政策 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央行均保持了基准利率不变 利比西报道 印度南布泰米尔纳德邦发生了一起毒酒事件 至少34人应饮用非法酿造的酒精而死亡 事件发生在卡拉库里奇区 多名居民在周二晚上饮用了这种酒后病倒 目前至少有8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症状包括严重的腹泻 两名涉案人员已被逮捕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当地政府已暂停了一名高级警官和10名禁酒执法部门成员的职务 因他们未能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每年在印度都有多人应饮用非法酿造的酒精而丧命 非法酿酒者常常在酒中加入有毒的甲醇以增加酒精度 这些甲醇即使少量摄入 也会导致失明肝损伤甚至死亡 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M.K.S.Tao安宣布 向死者家属提供100万卢比的赔偿 并向住院者提供5万卢比的补偿 反对党批评政府未能有效遏制毒酒的泛滥 要求负责酒类销售的部长立即辞职 Telegraph报知名骑士Rachel King 将在皇家阿斯科特赛马场度过一个工作蜜月 她将在刚刚结婚的周末后参加两场比赛 现年33岁的King在牛津郡长大 但已有11年围在英国骑马 她刚刚与澳大利亚赛马经理Luc Hilton在牛津结婚 但蜜月将会很短暂 因为她将在周四的King 卓吉Henry卡比赛中骑成海伦断断断 并在周五的Sandryham Steak Zone骑成 座林苏景 King曾在英国从事点对点赛马 但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多次一级赛获胜骑士 去年她和Hilton曾参观皇家阿斯科特赛马场 许多人 包括她的父亲 都问她为什么作为观众站在场边 这促使她今年决定争取一些比赛机会 她在冬季骑马期间结识的骑士软安慕 推荐她联系了她的经纪人 Tommy Han, Tommy Han 最终成功获得了比赛机会 听导是虽然她和Hilton都在赛马行业工作 但他们计划下周前往意大利度过一个真正的假期 然后返回澳大利亚 她在悉尼的赛季表现不错 去年是她在奖金比赛级别 和马匹质量方面表现最好的一年 她说如果在阿斯科特赢一场比赛 那将是非常完美的结局 普京与昨日签署的防御协议绝非和平之举 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的会晤 标志着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 旨在对抗西方 普京在访问前通过朝鲜媒体发表的信中表示 与平壤结盟是对抗美籍其盟友 全球新殖民主义独裁的关键 协议核心是细项互助防御条约 要求双方在遭受攻击时互相援助 尽管金正恩称之为和平防御协议 但普京明确表示 其中包含在一方遭受侵略时提供互助的条款 这种军事合作背后是两国的绝望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中损失惨重 急需补充前线武器和人员 而朝鲜也面临粮食、燃料和高端武器技术的迫切需求 尽管如此 两国之间的深度合作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不容低估 自去年9月金正恩与普京会晤以来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军火 帮助普京维持起战争努力 这片台浓谈起 在日本福利美甲服务正在兴起 专业美甲师走访护理机构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装饰指甲 去一家培训机构的数据 认证福利美甲师的数量 在四年内增加了3.5倍 物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项服务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 福利美甲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12年 当时拥有一家美甲撒龙的荒木尤加利 在一家养老院提供服务 养老院的巨大需求 促使荒木在大阪府 按和田市成立了日本健康福利美甲师协会 以推广这一做法 2024年5月25日 韩国抗议者聚集 要求对一名年轻海军陆战队员死亡调查中的 政府干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然而社交媒体上关于这次集会的视频 实际上显示的是2019年的另一场抗议 当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要求丑闻 残生的国防部长下台 视频在YouTube上获得了250多万次观看 许多用户误以为视频展示的是2024年的抗议 实际情况是2019年10月 韩国保守派团体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 要求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法务部长朝国下台 视频的对比显示 两者确实是同一事件 2024年的抗议活动则发生在丛里门广场 两个地点相距约1.8公米 Telagraphic 2023年全球化石燃料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创下历史新高 气候变化仍然失控 能源研究所EI发现 去年地球大气中增加了相当于58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推动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度 这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排放量首次超过400亿吨 是2000年的两倍 EI总裁朱叶达芬库表示 2023年见证了化石燃料消费和能源排放的记录 但也见证了由风能和太阳能驱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记录 与此同时 英国工党承诺对英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征收额外税款和许可限制 以推动英国向更清洁的能源过渡 工党引致能源部长Dad Miliband 在曼测斯特的全球海上风能大会上表示 如果工党赢得大选 他将减少对陆上风电厂的规划限制 以气引发绿色涡轮介绍热潮 Si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 艾力宗作为橄榄球教练 以坚定和舒服力驻山 2023年上半年 中正澳大利亚橄榄球官员 球员和球迷相信他们将在橄榄球世界杯上取得成功 但最终澳大利亚队被击溃 宗只抓住了日本橄榄球联盟抛出的救生神 宗建认日本队主教练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前 接受了一系列采访 他解释了从澳大利亚橄榄球辞职的原因 正是因为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未能满足合同中 关于资金和高性能系统的要求 然而知情人士表示 宗只的合同中并没有关于计较系统的条件 宗只离职和日本橄榄球联盟的聘用 虽然表现不佳 但解决了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的一个问题 他们也希望在世界背后迅速与中再扬镳 Yahoo US 报道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袭击 继续破坏该国的电力系统 乌克兰能源部在Chattergram上表示 袭击目标包括 该公司电厂的第七次袭击 尽管乌克兰击落了27架无人机和9枚导弹中的5枚 但仍未能拦截从俄罗斯沃罗涅日地区发射的 伊斯坦德尔M弹道导弹 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系统的持续轰炸导致轮流停电 乌克兰当局正在争分夺秒的修复基础设施 以应对冬季电力需求的高峰 与此同时 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军方也对其领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放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东可以汤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热度简报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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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